现代社会中 人们虽不在完全信奉宿命论 却仍不免在生活的缝隙里寻密一丝丝命运的暗示 人生莫漫漫 富贵贫贱 岂是出生之日所能定 这道理 古人早已在千年的智慧中动名 庄子外偏有云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在古今中外的文化长河里 总有些特定的日子 像是被历史的封尘精心雕琢过的宝石 被赋予了超越平凡的意义 仿佛能微妙地牵动人心 预示着一个人未来的命运轨迹 现代人虽以科学与理性为藩 却也不免在特殊的日子里 悄悄许下心愿 希望借由这份古老的仪式感 为自己的生活添上一抹不同寻常的色彩 无论是西方的星座学说 还是东方的生辰八字 都是现代人试图在浩瀚宇宙中 为自己寻找定位的一种方式 既是对古老智慧的致敬 也是对生活不确定性的一种温柔抵抗 一正月除二 新春佳节 遂在人阴 正月除二之日 万物复苏 春回大地 恰似人生新篇章之起目 伤寒论有云 春起之阴 养生之道也 逆之则伤肝 借古欲经 此言非但只身体之调养 抑郁寒人生哲理 顺应时事 方能无往不利 于这一天降生人士者 仿佛得天时之柱 自小便展现出不同反响的气质 古语云 正月除二龙抬头 一生一世不用愁 此言非虚 笔贝虽在早年或许会遇到种种挑战与困难 宛如寒风敏烈中之幼苗 然正是这些风雨洗礼 铸就了几间如磐石 不屈不挠之魂魄 极致岁月沉淀 不如晚年 他们不仅未被岁月消磨 反而如陈年佳酿 欲发醇厚 凭借早年不懈之努力 与日积月累之智慧 他们往往能收获满满 无论是物质之丰饶 还是精神之富足 皆令人称险 随时 儿僧绕息 天伦之乐 正是对他们一生心情付出的最好回馈 恰如诗经所唱 子僧众多 福物无穷 更甚者 此类人还常怀一颗回馈社会之心 身之独月乐不如众乐乐之礼 他们以实际行动 践行达则奸济天下的古训 或心学助教 或扶贫济困 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正能量源泉 古人所言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他们的善行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也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无论起点如何 只要心怀希望 勇于面对挑战 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将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享受生命赋予的一切美好 二农历三月二十日 这一天 春意正浓得像一杯钢泡好的抹茶 万物复苏 生机勃勃 在这温暖的季节里 若你恰好在农历三月二十日降临人间 那么你便与那绚烂的春光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 性情温和得如同春日里的一缕微风 心地善良的仿佛山间清澈的溪流 你的生命轨迹 简直就是一部现代版的春之章 满满的都是希望与活力的旋律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行 增广贤文里的这句话 仿佛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人生指南 早年时光 你可能会遭遇不少苦口的挑战和逆耳的忠告 但别忘了 这些都是成长沐上的VIP生几包 岁月悠悠 转眼界 你已步入人生的下半场 这时的你不仅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那简直就是朋友圈里的幸福木板 而且你还用自己的善行温暖着周围的人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你深信这句话的力量 于是 无论是参与公益活动 还是帮助邻里 你总是乐子不疲 社会因你的善举而更加和谐 你也因此收获了满满的尊重与敬仰 简直就是正能量界的扛靶子 古往今来 不乏这样的典范 比如 特雷莎修女 她以无私的爱和奉献 成为了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女性之一 又如孔子 她提倡的仁爱思想 至今仍影响着无数人的心灵 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善良与坚持 是通往幸福与尊重的不二法门 农历三月二十日出生的你 就像那春日里最耀眼的花朵 不仅美丽了自己 也芬芳了他人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那份雨声聚来的善良与温和 继续书写属于你的春天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 你因善良而美丽 世界因你而温暖 三农历四月初一 农历四月初一 恰可形容此日出生之人 礼为天生禀赋一禀 生命力旺盛若春日之苗 创造力无穷由江河之水 滔滔不绝 其人生诡计 宛如一步跌宕起伏 激情似以之传奇 初始 或如伦于子汉所言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置业 彼等因年少气盛 固执己见 偶有挫折 实乃魔力心性 锤炼以止之必经之路 此番历练 使其心智欲见 目标欲明 追求欲读 极致岁月沉淀 智慧累积 晚年之时 正如论语为正所述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尔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笔贝不仅能源自身之梦 更以豁达之心 宽广之凶 成就一番事业 成为周遭之人仰慕之楷模 效仿之榜样 其生命之术 根深燕茂 硬蔽厚人 谈及南北之俗 南方四月初一 常有祭神祈福之仪 家家户户被相诸果品 以敬天地神灵 祈求风调雨顺 家宅安康 而北方 则获有他清赏花之喜 人们结伴出游 墨浴春光 享受自然之美 亦遇寒心生之希望与活力 现代社会 人们常言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此语恰于此日出生者之人生哲学不谋而合 他们深知 生命之意义 在于不断探索 勇于追求 即使前路漫漫 亦要怀揣梦想 砥砺前行 无论是南方的前程祭祀 还是北方的踏青寻春 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亦是对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精神的传承与颂扬 四农历八月二十五 农历八月二十五 正值秋高气爽 丹桂飘香的时节 这一天 仿佛大自然都在以他独有的方式 庆祝着收获与成熟 俗话说得好 春种一利俗 秋收万科子 这不仅是对农事规律的精准概括 也是对那些在这一天降生的人们 命运的微妙预言 出生在这一日的人 性格中多了一份沉鱼落雁般的沉静 与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豁达 他们像是深秋林间的果实 不急不躁 静待时机成熟 在人生的春夏默默积累 急取养分 直至今秋时节 方显露出饱满而深邃的生命色彩 菜根谭有云 处世让一步为高 退步及进步的根本 这正是他们人生哲学的写照 懂得世事退让 方能成就更巩阔的天地 早年 他们或许会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耕耘者 在人生的田野上 不问收获 只问耕耘 正如古人所言 不及魁步 无以至千里 每一份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 都是通往成功之巅的必经之路 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中 更显难能可贵 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 指引着他们不断前行 急至晚年 当他们回望来时路 那些曾经的汗水与泪水 都化作了嘴角边那一抹淡然的微笑 正如师贤李白所言 长风破浪会友时 知怪云翻济沧海 他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收获季节 享受着由辛勤劳动换来的满满硕果 无论是物质上的富足 还是精神上的充实 都是对他们一生努力的最好回馈 他们用行动证明 只要坚持不懈 总有一天 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金秋时刻 五农历十月初一 农历十月初一 正值深秋时节 道德经有云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狗 此言道出了自然介于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 不偏不倚 任万物自然生长 凋零 在这寒露出降 万物收藏之日降生的人 仿佛被赋予了天地间独有的深沉与智慧 他们的生命轨迹 恰似秋日暖阳 温柔而不刺眼 默默地照料着周遭的世界 古人云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金谷 出生于此日之人 早年或许会遇到诸多挑战与魔力 正如那秋日落叶前必经之风霜 历史上 苏秦早年游说各国 屡遭冷遇 却是智不渝 忠诚和纵连横之大业 便是此理 这些磨难 非但没有击垮他们 反而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希望 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他们步入晚年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的古训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验证 他们的只会如同陈年老酒 越脾越香 不仅自己享受着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更以那份从容不迫的态度和高尚的品格 赢得了周围人的尊敬与爱戴 正如民间谚语所说 种下无铜树 赢得凤凰来 他们用自己的一生 证明了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炫耀 而在于内心的风盈与对他人的善意影响 苏语云 秋收东藏 后激伯发 这不仅是对自然界季节更替的描述 也是对此日出生之人一生轨迹的生动写照 他们在早年积累的每一份经验 每一次挫折后的反思 都如同秋日里收获的果实 最终在晚年时得以展现其真正的价值 无论是个人修养的体生 还是对社会的贡献 都显得那么自然而又深刻 皇帝内经有言 人与天地相参也 与日月相应也 虽然出生的日子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但它却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这些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的日子 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 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体现 无论我们出生在何时何地 只要我们心怀梦想 勇往 值钱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